市長陳其邁視察大寮區烤潭排水上游段 鎮潭橋改建工程 預計在7月底完工 將可提高整體排水通紅量至少2.5倍以上 今天來最主要是在烤潭排水的上游段 那常常因為這個原來的通紅段面比較少 只有5米 那我們這次把它增加到12米 要來解決包括八八的這個橋下 以及在這個環璽鎮淹水的問題 那總經費是4億 那這一段的工程是從寶福宮到鎮潭橋段 那這個可以說是最關鍵的一個部分 陳其邁表示烤潭排水一帶 原來的通水斷面狹窄僅有5米 這次工程增加最寬至14米 可解決台88快速公路橋下 以歡喜鎮周邊激淹水問題 尤其從寶福宮至鎮潭橋段 是最為關鍵一段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7月底完工 那陸陸續續包括其他的這個整個 整個分成四段的這個工程 可以在明年能夠順利完成 那這樣子過去在大寮地區 民眾的這些激淹水的這個問題 就可以大幅度的這個改善 那我想這個總經費的示意這個 其實從我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就下雨的時候我就常來這裡關心 那在中央當時的預算我們給予這個補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讓工程 如期如此的完工 水利局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寶福橋 烤潭橋平井段改建 及渠道拓寬約800公尺 預計可提高整體排水通紅量 至少2.5倍以上 各項工程完工後 可改善烤潭排水周遭 及歡喜大樓低挖處激淹水狀況 他沒走近一點 所以也最多